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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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隔21年,ATP男子職業網球賽重臨香港 觀眾可以透過電視、移動週誌看直播 大會又需要即時計分及監察賽事系統 今次網總就用了香港寬頻企業方案服務 令球員、工作人員和觀眾都有更好的體驗 今次ATP男子網球巡迴賽 在事隔21年後重返香港 今次香港舉辦ATP250級別的比賽 不但肯定了香港作為國際城市之都的地位 亦為本地球員提供了一些難得的比賽機會 在這個科技發達的時代 不但現場的觀眾可以即時欣賞到 今次ATP精彩的球賽 全世界的球迷都可以透過電視直播收睇 加上現在的人可以用電腦手機直播 即時追蹤比賽 所以舉辦這個比賽 一定要配備穩定的網絡 網總需要全神貫注辦好賽事 技術上的挑戰當然希望找到好幫手 其實我們提供一個一站式的IT服務 在整件事的前期 我們已經有專家團隊到場視察 了解周圍的環境 和對網絡的要求 及後我們就提供一個相對應的解決方案 甚至在賽事進行期間 我們也有專家團隊 現場提供stand-by的服務 令到香港幕囚總會 可以專注在整個盛事裏面 就不需要為網絡 技術方面的問題來煩惱 要應付這個大型的賽事 因為穩定的光穿網絡 很自然是重要的 但其實還有很多另外的配套 比如WiFi的連接 和各項ICT的設備 在這次我們也提供了 以IT的服務 全面監察網絡的狀態 和各樣設備的運作 令到整個賽事 可以順利地進行 為了提供更完善 和穩妥的服務 香港歡頻經過千挑細選 尋找合適的WiFi服務拍檔 他們真的經常舉辦世界級的比賽 我們作為他們的長期夥伴 我們絕對清楚 世界一流的比賽 是需要世界一流的WiFi服務去配合 我們經過很詳細的考慮 因為網絡的穩定性是很重要的 而裡面的技術和設備的選擇 就要非常小心 今次我們就選擇了WiFi 作為我們最佳的拍檔 WiFi為今次比賽 提供全場的WiFi access point 解決方案 當中涉及不少專利技術 我們公司裏面 有一些比較特定專利的技術 其中一件事就是 Beamflex這個技術 Beamflex這個技術 是我們用了專利的 它可以跟著器材 令到它的訊號 是接收得最靈敏的 而最近我們推出了 另一個比較新的技術 在後台 就是我們的Backend System裡面 具備了有AI的元素 例如在場地上 大家遇到一個WiFi的場景 很多時候有些干擾 因為WiFi最容易受到外來的因素影響 我們的AI技術 就會一直聽前面的AP接收的訊號 它會如何自動調校 它的訊號令到干擾減到最少 在後台裏面 就是智能化這件事 它會聽到周邊的環境 其實這個技術 就是我們的技術 叫做RRM 叫做Radial Resources Management 就是這件事 這是其中一個用途 香港寬頻企業方案 主要透過一站式的IT服務 在賽事的前中後期 提供無縫的技術支援 球場上需要即時計分的系統 和鷹眼的技術 去看網球的落點 所以對電腦的軟件 人工智能的技術要求十分之高 香港寬頻企業方案旗 以IT的網絡基建 正好為我們提供了相關的技術支援 為了確保今次賽事順利進行 我們致力了不少特別的配套 除了戶外的網球和樂區 還有室內的控制身 這些不同的位置的設備 對網絡覆蓋的需要 都有很不同的要求 為了達到ATP的國際廣播標準 我們要在短時間內完成網絡的安裝 在工作效率、時效率和成本的控制方面 都面臨重大的挑戰 香港寬頻企業方案的以IT技術支援 為了我們提供到穩定的網絡速度和技術支援 正好為我們解決了很多這些問題 我們香港寬頻企業方案 一直致力於提供最先進的技術 去幫客戶解決不同的需要和應用 今次我們和行內領先的Ruckus合作 我們會為大會提供最快速、最先進和最可靠的WiFi網絡服務 世界一流的技術和世界一流的夥伴 合作當然是最佳的 今次也展示了我們香港寬頻企業方案 在世界級的運動賽事以及企業的數碼轉型 我們都是他們的最佳夥伴 除了大型賽事之外 因為我們的方案對於不同的企業 面對現在香港的人材短缺 和科技的日新月異 我們都可以提供相對應合適的方案 幫他們解決問題 今集營商有計 WiFi配合AI打造穩定高速網絡 香港寬頻企業方案 一站式支援國際賽